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大沙堡怎麼對付昆哥 小沙堡 神不守舍, 搞什麼呢 黃, 誰留了一堆東西 慘了…你連叉都沒有了 走吧 黃黃, 發生什麼事? 小姐, 救命 小姐 你冷靜點,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不見了錢 那個公民包我明明拿著 誰知道一出電梯就發現不見了 能不能跌在哪裡? 那裡有記性幾十萬 是我們的官裁判 這才死定了 婆婆, 你不用怕 如果錢在電梯上, 一定能找回 真的嗎? 真的 你等我打電話 不用擔心 地場撿到寶, 問天文 你拿不到 地場撿到寶, 問天文 不要走 不要走 這個婆婆逐個月, 逐個月地存 存了這麼久才有幾十萬 突然拿出來, 難道有急事? 那個沙煲仔, 到底去了哪裡? 很難怪 婆婆, 你看這個公民袋是不是來的 是呀… 年輕人, 你在哪裡撿到的? 我在電梯裡面撿到的 我剛才還到處打聽是誰掉的 原來是婆婆的 這裡的錢是我拿出來 給我孫兒治病的 如果不見了, 真不知道怎麼辦 你真是大好人 應該的 婆婆, 我的袋裡有三十多萬 要小心點, 下次沒辦法 總之, 謝謝你 怎麼打電話給你也不接電話? 你拿了婆婆的錢去哪裡? 沒有, 我剛才收拾了公民袋之後 就肚湯就去洗手間 你剛才也不是這麼說 你說四周打聽一下 誰掉了錢? 怎麼了?審犯這樣? 因為我剛才看到你作賊心虛 如果你沒貪過那些錢 你怎麼知道公民袋裡有三十多萬? 如果真的貪過那些錢 就不會拿回來給婆婆 你不是這樣也不相信我吧? 那你怎麼解釋問我爸爸借錢的事? 大總管跟你說的? 沙寶仔,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也不是一個大洗的人 那幹嘛要借錢? 你也等錢花費嗎? 那我升職嘛 升職之後就不可以這麼寒酸 所以就… 所以你就到處問人借錢衝大頭鬼 為什麼你現在這麼貪無虛榮? 有一點點成績而已 就像人說派頭? 阿Yen,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你解釋 對不起, 你別生氣 為什麼你們所有男人做錯事 只會說對不起? 我以為你跟欣明和Tiger不同 原來是一樣的 阿Yen 他是想好那百萬 一百萬? 地下會不會有一百萬? 一百萬? 好, 卓先生 你沒事吧? 沒事… 我看你不守舍, 你是不是有事? 如果有事就告訴我 看我能不能幫你 我認識的人之中 卓先生是最有錢的 你也等錢花費嗎? 不知道卓先生能不能借給我 沒問題, 你借多少? 一百萬 你這麼多錢幹嘛? 卓先生, 我求你 我等著一百萬救命 你別這樣, 先起來 好, 真棒 這肉的意粉真棒 你拉到這裡想幹什麼? 你別耍我 你老實說弟弟也是想找餐吃的 吃飽才說 你們兄弟倆不要再在這裡請貓 如果今天我收不到一百萬的話 你冒充卓一明這件事 我一定會爆出來 到時候就很期待 看了一瓶房 你們兩個挺上鏡的 尤其是你那個大肚老婆, 很棒 沒有人跟我老婆? 真緊張, 我關心你 你在香港沒人沒物 有什麼意外, 嚇死異鄉的時候 我會幫你通知家人 你肯餓嗎? 你不要亂來 你放心, 要動你我不會自己來 一百萬 過去吧 糟了, 爛仔坤這麼久都不出現 當然出事了 大師傅, 你去哪裡? 叫你又不回覆 爛仔坤呢? 解釋他了 搞定了?你又殺人嗎? 什麼又殺人? 原來由始至終你都不相信你這個老大 原來由始至終你都認為竹Sir是我殺的 現在爛仔坤也是我殺的, 是嗎? 是不是? 自從你做了卓一鳴之後 我好像越來越不明白你 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真、什麼時候假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為了隱瞞身分 做些什麼?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可以做的是大辣辣 一百萬拿給他, 塞住他的家裡走 你真的給了他一百萬嗎? 只要他不再搞事, 一百萬算什麼? 如果他再搞事, 我不會放過他 早知道你搞定了 不用問卓先生借錢了 來, 整袋錢都在這裡 你說什麼?你用槍業借錢? 我怕爛仔坤收不到錢, 踢爆我們 剛巧碰到卓先生, 他就會借錢 你怎麼這麼老? 這件事不容得 你為什麼要借錢? 當時情況危急, 怎麼想那麼多 不過你放心 我沒告訴一卓先生我為什麼要借錢 他也沒問我 他跟你飛聲飛過 幹嘛無編借錢給你? 你不覺得有問題嗎? 可能我的底好, 他相信我的人 你連你大哥也不相信 他會相信你?你別這麼天真 你不相信 臭小子, 究竟什麼事?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他? 大哥, 他給我知道 他替你借了一百萬 所以今天帶他來替你認錯 什麼?我又不是拖又不是搶 出山自願借給我而已 還說得對, 我自願借給他 大哥, 他替你借了一百萬 你不覺得出奇嗎? 我也覺得出奇, 為什麼要這麼多錢? 但我信得過他為人 他不會胡亂花錢 他不說, 我也沒打算問 大哥, 他當然不敢說 他替你借錢給人做掩口費 掩口費? 是 阿寶, 你做過什麼被人捉得痛? 卓先生, 你也知道我和一鳴以前是老千 我早幾天就在街上 遇上沙巴的狡猾佬 他知道我和一鳴進銀行工作 又知道一鳴回卓家 就拿了我一百萬 我打算籌錢給他們 那傢伙偷騙拐騙什麼都做齊 跟你借了第一次, 一定有第二次 臭蠢 不是, 他們說得不付錢 他們就包我們糟糕了 我還說沒所謂 你現在有頭後面 我怕影響卓家和賣機聲譽 知道他影響卓家了嗎?明白了嗎? 我們以前在沙巴沒有錢 就說要做老千 有錢而已, 現在不一樣 不跟我商量和大哥借錢 你有錢還嗎?你有錢還嗎? 有錢還嗎? 一鳴, 不要再打他了 算了 你這個人不打他, 他不可以 他這樣做, 只是緊張你的聲譽 你再打有什麼意思呢? 我這次給大哥, 不要再下一次 大哥, 真不好意思 總之他借你的錢, 我要還給你 不用了, 兩兄弟怎麼算得這麼多呢? 我剛剛煮一杯咖啡, 你有興趣嗎? 好 不要打他了 好 你借錢也是為了幫殷明 不用左門右門 要不是殷明跟我說清楚 我還怪錯了你 不過無論如何 他也不應該打成你這樣 但他口眼心軟而已 你看看, 他幫你還成八萬 也算不可以了 我是不是說錯話? 我不是 大沙寶最壞是真的很疼我 所以他做什麼我都不生氣 別這樣 這樣吧, 最多我請你吃宵夜 不行, 你幫我抹藥酒 應該我請你吃宵夜 你好說, 你在外面藏了多少女人 媽媽, 什麼爸爸有另一個女人? 你媽媽傻了 我在另一間銀行有個戶口 一個男人有幾個戶口 跟有幾個老婆有什麼分別? 要不是讓我三間半夜兩點多 抓到你上網做外匯媽展 我都不知道你的銀行有另一個戶口 還存了這麼多司機 他們這麼晚都做外匯媽展? 說來說去, 他是侯著我的錢 我怕你的錢被人騙了 還有我怕你的錢借了給別人 人家不還 范姨, 其實我已經準備了錢 還給大總管, 你別說他了 是真的嗎? 那是不是本利歸還? 利息十利夠不夠? 勉勉強強, 你也算像個男人 你別這麼試賄好不好? 對了, 媽媽 畢竟沙寶仔也是自己人 閉著, 我給他入屋已經很有人情味 況且欠債還錢 本色劍獸, 天經地義 大毛巾 小沙寶仔, 現在全身腫了 就叫他休息幾天吧 我知道你當他好像弟弟那樣 但是你這麼惡對他 他以後有事都不敢告訴你 大哥, 你不知道 他又單純又耳朵軟 不教訓他是不行的 那沙巴那個人怎麼麻煩他? 沒有了, 他搞定了 他不會再來搞一會 那就好 上次你給我看那筆帳 我看過了, 沒什麼問題 沒問題…最好, 我放心 其實我們兩弟拍著做 沒分誰煮誰負 不過我經驗給你多 所以有責任提醒你 大哥, 我明白 你當然會緊張曼基盤數 不過現在有你撐著我 我絕對有信心 可以把曼基搞得更加壯大 其實爸爸生前 最希望我發展海外市場 我們收購父兄 就是將業務伸展到南亞 踏出海外的第一步 我覺得曼基 應該向這個方向繼續發展 大哥, 既然現在你手頭上沒有什麼項目 不如把這個重任交給你 也可以, 讓我研究一下 哥, 基金有什麼問題 一定要跟我談 你放心 現在有才爺、Tiger和董事撐著 不會有問題的 大哥, 你就放心去研究海外市場 好嗎? Marcus 這麼勤奮, 還在看文件 你別看我的樣子好像很悠閒 其實我現在是為曼基海外發展社的項目 我知道你一直沒有放下你的事業 還是這麼緊張曼基 我最近都看得瘋了 你還這麼空閒 叫我來赤柱吃午餐? 做事什麼時候都可以 來到這個這麼好的環境 又和自己喜歡的人吃午餐 是人生的大享受 不過…我點了九道菜浪漫午餐 這個只是頭盤 謝謝 杜太太, 我收到這些文件了 不過我正在忙 我回去開完會帶給你, 謝謝 再見 如果你真的這麼忙 我們可以吃一些簡單的東西 不要緊, 行了 又是客人 你是不是不用遷就我? 如果我經常都這麼忙 吃午餐也要趕頭趕命 我怕會影響我們的感情 怎麼會呢? 你不覺得男人為事業犧牲是理所當然嗎? 但我是那種可以為愛情犧牲所有的人 Angie, 你剛剛掌管律師樓 做得這麼出色又有滿足感 我就是不用你為我犧牲, 放棄事業 我們難得才在一起 我想維繫好一點我們的感情 何況你家人還沒接受我 我應該花多點時間跟他們相處 慢慢來吧 Angie, 總之我要你記住 我不會讓你放棄你自己的事 我只是想你開開心心 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人 你這麼餵我 我為你做什麼都值得的 好, 我們今天盡情享受這九道菜 好不好? 好, 喝杯, 來 姐姐, 你幹嘛不跳? 明天你要參加學校的天才表演 都可以了 不行就不參加 奇奇 奇奇, 你每年都很緊張天才表演 你還叫我們家人去看你 為何今年不想跳? 姐姐…你是不是怕輸 我知道之前你不喜歡 我做給你這件白雲衣 這件衣服挺漂亮 不過如果你不喜歡 不如爸爸現在出去和你買一件 奇奇, 爸爸幫你找些表演衣服 原來不是那麼容易 不如我和你吃雪糕 吃完再找一個, 好嗎? 我不參加天才表演 傻丫頭 爸爸一定幫我找到你喜歡的衣服 上台表演的 你不用擔心 杜太太, 我看了你Sandy的文件 這件案子的確是有侵犯的成分 要追討不是不可能的 我不好意思, 杜太太, 你等等 Marcus Angie 是呀, 我走了半天 都找不到天才表演的衣服 奇奇很失望, 說不肯表演 有什麼可以幫幫我? 好, 我幫你問問秘書, 哪裡可以 待會回你, 再見 杜太太, 不好意思 我們等一些緊急事件要傳出去 不如你明天上來我辦公室 我幫你詳細研究案子 Emily 對呀, 還不讓她放假 慘了, 想怎樣 Conny Angie 是呀, 阻礙不阻礙你, 可不可以聊幾句 不阻礙, 我肯定有些事 塞在台灣, 什麼事? 是這樣的, 因為奇奇明天天才表演 臨時臨急要換個表演衣服 你知不知道她又可以賣嗎? 這樣, 我也不知道幾點才回來 不過你去嘗試這間餐廳有沒有 奇奇, 看看 Angie有幫你選的衣服 一定適合你做啤酒沒用 你看喜歡不喜歡? 不喜歡 你看看, 為了你喜歡 總之不喜歡 不喜歡現在這樣 不喜歡什麼都不同了 那… 你喜歡什麼款式? 我不喜歡你 以前爸爸媽媽會一起來學校看我表演 但因為你, 什麼都不同了 我不喜歡你代替我媽媽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我真是大意 我這樣也看不出 她不想在天才表演 但以後我跟Conny來了婚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可能比較敏 我去看看她, 你先拿去 謝謝 謝謝 奇奇 我們可不可以聊一下? 我沒什麼想跟你聊 奇奇 我知道你因為爸爸媽媽分開的時候 不開心 也不喜歡我介入你們的生活 不過你放心 就算怎麼樣 爸爸一樣很疼愛你 我也沒打算取代你媽媽 你媽媽一樣很疼愛你 沒有人可以拆散你們的 什麼事?奇奇 血… 奇奇, 你是不是弄傷了? 讓我進來看看你 你開門吧 奇奇, 你不開門 我就跑進來 奇奇 奇奇 奇奇? 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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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 傻丫頭, 不用怕 這些是每個女生都會經歷的事 很正常的 我教你怎麼處理好嗎? 奇奇,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奇奇, 你的臉色這麼差, 是不是不舒服 可以帶你去看醫生 不用了, 我想回家 奇奇 他… 不如你和奇奇回家休息一下吧 好, 爸爸買了衣服 你回家慢慢選, 好嗎? 來… Connie 我現在駕駛車出市區 想問你買不買衣服給奇奇 否則等我過來買 買到了, 謝謝 對了, 剛才奇奇第一次職業了 他怎麼樣? 搞得好, 不過他有點不舒服 現在和馬騎先先回家 謝謝你, 我現在已經回去外出家了 好, 再見 再見 奇奇 媽媽, 你回去嗎?我拜託你 媽媽知道你今天不舒服 我煮一杯熱朱古力給你喝 那熱飲料比較好 這個時候有點不舒服是正常的 所以你要多喝點熱飲料 但如果很不舒服 你就要告訴媽媽, 我跟你去看醫生 有媽媽在, 我的心也比較穩定 不要剛才這麼不舒服 我剛才真的很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 也不敢告訴爸爸 幸好有伯母Angie幫我 那你後來有沒有謝謝伯母? 是她搶走了爸爸的 我怎麼可以謝謝她? 奇奇 你…大型的事, 小孩子沒那麼多事 我不是小孩子 我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她和爸爸傷害了媽媽 媽媽才會離開家 我家裡的 奇奇, 就是因為你這麼想 所以早前你在媽媽裡 學伯母是非是不是? 水衣告訴我 我只是想幫媽媽教訓她 但無論如何, 學是非是一個 好不好的行為 你這樣做媽媽會很失望 對不起, 媽媽 做錯事就要去面對 對不起就要向別人道歉 媽媽平時是不是這樣教你? 奇奇乖 媽媽也知道我和爸爸離婚的事 令你和弟弟很難受 但是你長大了 你聽媽媽說, 這個已經是事實 你學一下慢慢去實驗 那是不是也要接受伯母Angie? 如果我接受了她 那豈不是背叛了媽媽? 你不可以這麼說 如果伯母對你和維偉好 那她和其他伯母不是一樣嗎? 那你是不是要對她們有禮貌? 是不是要尊敬她們? 如果你對她們有禮貌 不等於背叛媽媽 我明白了, 媽媽 我會向伯母Angie說對不起和謝謝 謝謝 你這個做爸爸的, 又粗心又大意 不斷追求女兒哪裡不舒服 你叫她怎麼回答你 幸好有Angie在這裡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記得我小時候那時候 然後爸爸什麼都不認識 一有什麼就馬上問伯母 是嗎? Connie 是 奇奇怎麼樣? 沒什麼, 小小豆腐 我來拿個亂水袋給你 好, 謝謝 你坐吧 好 既然奇奇沒什麼事 我想我們先走了 好 可不方便說兩句? 好 我剛才和奇奇聊過 她也知道什麼不對 我叫她要向你道歉 你別怪她 其實我也有責任 我是她媽媽 教導小孩子是我的責任 不過稍後說 要她突然接受一段這樣的關係 她需要時間 是的, 我們要給她時間 小孩子是要教 但我們做大人的 都應該想想 我們怎麼做可以令他們更好 你放心 如果你有什麼要求 我會盡量配合的 對不起, 先接電話 是 Connie, 很感謝你給我機會 我和小孩子相處 小孩子不難相處 如果你真心待她 她一定會感覺到 我和小孩子相處 你不可以看見她 你不可以看見她 我和小孩子相處 我和小孩子相處 你不可以看見她 我和小孩子相處 你不可以看見她 是否你逼她的? 我現在沒有逼她,我怎麼敢 我想她誠意邀請你 你來不來? 我當然想去,但我待會要見客 我明白,盡量吧 再見 根據各方面的證據 對方有很大的嫌疑抄襲杜太的品牌 所以杜太你可以控告她的侵權 要求賠償 我的譬據,無論質料和設計 都是上誠兼有口皆卑 那些翻版貨不但搶了我的客人 用料差劣,嚴重地破壞品牌聲譽 所以我建議就算對方提出庭外和解 杜太你也不要接受 我們要告到法庭 利用傳媒的力量 澄清杜太你的品牌才是正貨 而且這樣做也可以起到一個阻礙的作用 未免有不化商人繼續抄襲 好,就照你建議去做吧 Donald果然是名師出高徒 謝謝… 杜太太,你是我長期的大客人 如果Angie不是第一班的資料 我也不敢介紹給你 我退休之後 請你繼續關注我這個徒弟 沒問題 Angie,今天天氣這麼好 好,就要上我的船一起出海 慶功之餘也可以聯繫一下 方便日後合作 Angie,杜太太很少請人上船那裡 既然這麼高興,那就去玩玩吧 好,謝謝你先導太太 但不好意思,我應該有很重要的約會 我想我無法陪你出海了 重要約會?難道就約了卓一元? 我以為傳媒雜誌吹水 真是這麼愛得這麼難捨難離嗎? 不好意思,我真的很趕時間,我先走了 好,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我們這隊真的有表演 不過你平時覺得很放眼 Angie Angie姐姐… 對不起, 琪琪, 我遲帶到… 不要緊, 水衣錄下了 我只給你看 好, 謝謝你邀請 對了, 我帶了相機來 不如我們拍一張大合照 好, 來 Angie姐姐, 你也要一起來拍 是呀, 一起來, 來 好 Messie 可不可以幫我們拍一張照片? 好, 好… 預備 我真的不明白 你怎麼可以讓那個女人去看你女兒的表演 她真的幫了琪琪 琪琪為了表示善意, 邀請她 女兒這麼會想, 沒理由阻止她 那不是因為你舊女兒有慌嗎? 由琪琪第一次出嬰兒子 到她第一天識行, 第一天叫我媽媽 我一直都在她身邊 真的沒想過這麼重要的時刻 我就偏偏不在香港 那倒是 你確實是少了時間和他們在一起 其實以後 他們兩個對著Angie的時間 一定比我還要多 如果他們關係不好 沒有, 對兩個小孩都沒什麼好處 我這樣做, 只是為她倆著想而已 你這個媽媽真的沒得受不了 對了 現在, 懷偉和琪琪都越來越大 你做媽媽的, 也不用整個陪在身邊 要不要為自己打算一下 你也說得對 兩個小孩越來越大 遲早都會有自己的世界 我這個做媽媽的 也不應該整天躲在家裡 和社會脫節 你的意思是… 我已經決定了 明天正式去黃豪上班 太好了, 我們可以一起上班了 其實我一向對金融的事都很有興趣 不過以前小孩子又小, 又要打理國家 雖然我是萬機的股東 但我都沒時間參與 現在最好, 很多時間了 所以我不介意重頭學起 是好事, 你現在還是股東了 你想什麼時候參與都行 我不是玩玩玩的 我打算是想學習如何運動一盤生意 現在加上你, 經驗豐富 你不用當我是老闆 你當我是合作者, 我跟你學贏 你太謙虛了 我都說過, 我很欣賞你在金融方面 你足夠的 不過以你身分和地位 你還有合作者會不會委屈了 那些東西放下了十幾年就等於不認識 我不介意將近補絕 不過你做了十幾年高貴大方的卓太太 我也想看看 到底你在商場上拼搏的樣子是怎樣的 你做我的伴侶不怕辛苦就行了 總之你給我放心, 這麼多事都經歷過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練了銅皮鐵骨一樣 我也是 杜太太就是最愛面子的人 我不是說要你擦她的鞋子 不過當天你當面拒絕她 她就覺得得地尊重的感覺 對不起 那天琦琦親自邀請我去看演出 我不想令她失望 當然, 不過這樣, 杜太太人面廣闊 如果得罪她 不僅得罪一個小客人那麼簡單 對不起, 師父 如果有需要的話, 為了律師留 我願意親自向杜太太道歉 我重視我的客人 我更加重視你 我介紹杜太太給你認識 就是希望你完完全全做我這個接班人 你的私生活, 我平時也沒過問嗎 凡是做事都要分輕重 公還公, 私還私 師父, 其實我這兩天考慮得很清楚 我打算辭職, 不再做律師 辭職?為什麼辭職? 我做事希望可以全程投入 與其兩邊都不討好 我寧願隨便放棄一邊 你的律師工作是精精日常 現在才說放棄可不可惜一點? 師父, 正如你所說 做人做事都要懂得分輕重 律師留下我, 依然可以繼續運作 但對我來說, Marcus真的很重要 我當然將你真是第一位 他真的值得你為他犧牲這麼多? 其實Marcus也為我犧牲了很多 況且可以為所愛的人犧牲 其實也是一種幸福 你雖然不做我的接班人 但是你仍然是我的徒弟 如果你認定方向, 我就衷心祝福你 好嗎? 謝謝師父 謝謝你 小姐, 你倆都是新風評植 床床床隨時 不用了, 麻煩你 不要緊 謝謝 Connie? 這麼巧嗎? 你的衣服多漂亮 你也穿得很聰明 對嗎?又中一個了 十一個 十一個, 這麼厲害 對, 原來是這個 媽媽 晚了, 我還是先走了 好, 媽媽, 我先送Yangie走 我還沒吹完, 別走 對了, 快開飯, 吃完飯 陪阿維維、琪琪玩多一會 我不打擾你們嗎? 多的人多傷快 真是, 最近我煮飯 都不知道要遇到多少人份 一元, 不如你搬回來煮吧 方便我下米 好 Angie姐姐 你今天的打扮和平時不同了 是呀, 我遲了律師樓的工作 沒做了 不用上班, 只要穿得隨便宜一點 你遲了職嗎? 是呀 Angie和我商量過 她覺得家庭比事業更重要 我希望多花時間和家人相處 其實律師工作挺辛苦的 不做也好 你有空就多上來吃飯 陪阿維維、琪琪玩玩玩玩 好, 謝謝伯母 好, Angie姐姐又多去陪我們一起玩 阿維維, 大少爺, 能吃飯嗎? 好 對了, 一明和一心呢? 剛好有客人從大陸下來了 他們要跟他吃飯, 所以剛出門了 這個一明, 又敢冒頭重重 不舒服就別出去談生意了 這麼大人, 他會照顧自己 還有一心陪著他, 你放心, 沒事的 那我今晚又多煮米了 不要緊, 吃不完, 我吃完就行了 走吧… 走吧… 快吃飯了, 小心 你不舒服, 不如我們再約陳總 我一天再聊聊吧 行了, 吃了藥沒事的, 沒事的 難道叫陳總回北京再來香港嗎? 不好意思… 剛才跟吳總多喝了兩杯 多去一會兒洗手間, 不好意思 沒關係, 陳總擺手持家 創立民營銀行 多年來以良心服務顧客 也熱心為善, 回報社會 我們能跟陳總合作, 實在是榮幸 我們準備了一份計劃書 請陳總指點一下 這個計劃書嘛, 可以慢慢再看 卓小姐真是文明不如見面的 我看你人, 我看你人就夠聰明漂亮了 不知道酒量怎麼樣啊 來, 我們先喝三杯再談好嗎 對不起陳總, 我酒量一向不行 不喝是不行的 談生意, 不喝酒就是不給面子 來來來 我們先喝酒談心, 然後再談生意 陳總啊, 陳總, 陳總 你人呢嘛, 哪裡會喝酒呢 我喝, 可以嗎 你的意思是想替她出頭是不是 好, 那你要喝雙杯 三杯變六杯 酒不過三學, 我們不談公事的 喂, 那不就要喝十八杯酒嗎 要不然, 你喝啊 陳總, 沒問題, 我喝 最主要你開心就好了 好, 來, 乾杯乾杯 喂 喂 好酒好酒 來來來, 再喝再喝 陳總, 要不我跟她陪你一道喝 好啊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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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 原來卓小姐這麼豪氣 我最欣賞女中豪傑了 我想我們兩個位 怎麼都贏過一個位的啊 我們等一下 來, 陳總 來, 再來 來 陳總啊 你明天起來 你一定要看我們這張書啊 好 我明天呢 一定看 好 你會 來…我們再加… 來… 幸好她想我這個女中豪傑 最後我們都簽約成功 這個陳總啊 她只能穿一草鳥? 好 我說兩個胃, 為什麼要吃個胃 你怎麼樣? 我…很暈 對了, 你不舒服吃了藥 你還幫我頂了這麼多酒 我摸你的手 你為什麼要提 Apollo 好… 你怎麼了? 我的東西 走 好 你沒事吧? 這麼晚什麼事? 跟我喝酒,跟我喝酒 你整身酒沒有?喝了很多了吧? 你喝酒吧 你知喝酒…借酒消愁解決不了問題 幹嘛要解決?不能解決 喝死的人都要解決的 聽我說別喝 你怎麼回事? 不要緊,你想什麼時候說什麼 我永遠都會在這裡 能解決我,但不可忘記我的確 我永遠都會在這裡 你能解決你 你也一心做過什麼?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